我們看到在最近 不只是美國股市一直在創高 但也在質疑 台股是不是同樣也是無極限 怎麼會一直漲 我們要請教育凱 今天盤中最高又來到了 21515 連續四天都在創高了 現在有的人看到之後就會覺得 是不是接下來還會再繼續漲 就一路往3萬點挺進 不過也有人會質疑說 接下來是不是要開始居高思維了 怎麼會長成這個樣子 是的 現在市場的心態 其實它是分歧的 我們講投資市場 一個最要不得的心態 就叫做不信邪 現在我們的散戶們就是不信邪 因為之前大家會很擔心說 外資的態度 確實之前外資是比較偏空 房在進行操作的 可是我們可以留意到 最近其實外資大概從4月下旬開始 持續性的在做回補 其實今年度2024年 總個統合下來 其實外資還是買超有1000多億 所以說其實現階段 整個我們講法人跟散戶 站在對面的一個情況之下 我覺得台股是有機會 走出所謂軋空行情的 那我們先來看 最近的一個走勢 台股確實21,500點 持續的去往上做推高 可是這個時候重點來了 融券從大概4月19號以來 持續性的都在做一個增加 這一波整個多空對決 到底誰會獲勝 所以放空的人越來越多 放空的人越來越多 你越創高它越放空 融券 對 我們說這個有時候歷史 可以給我們一些答案 我們來做一些借鏡 好 我覺得說最經典的兩個案例 我們可以來看2021年跟2020年 好 2021年的5月發生什麼事情 當時是這個疫情的二度爆發 所以出現一波急殺 最低來到15159點 不好意思 這個我幫你清掉一下 我們可以看一下下方 我們放的都是榮券張序 當時也是一樣 空軍見烈欣喜 看到疫情爆發了 來拔國難財對不對 所以拼人命的放空 在這個地方 低點不斷放空放空 可是因為那個時候 有所謂全球一起 我們講寬鬆救經濟 所以說台股出現一個 V型反轉的行情 可是這時候市場的 這個氛圍又來了 說不可能疫情這麼嚴重 已經準備要三級警戒了 怎麼可能台股會再往上走 不相信V轉 所以開始V轉的過程當中 空單 空單持續在做增加 對 然後最後就從15159點 一路漲漲漲 漲到當時的歷史新高 18034 就在這個地方 對 那這一波其實 嘎了大概也是將近3000點 非常非常可怕 所以當時走的 就是一個嘎空行情 就是嘎空行情 好 那再往前看一年 2020年也就是疫情 剛剛爆發的那一年 那為什麼說9月開始呢 因為其實當時的台股 原先我們想 過去幾十年 台股的天險是在12682 那直到2020年疫情爆發 寬鬆之音進來之後 我們才正式去突破12682 可是突破之後 大概在7月 8月 9月 在這個地方 攻了幾次13000點 可是就是過不去 對 大家覺得說 你已經過了歷史新高 已經不錯了 你還想要再過13000 不太可能 剛好又是一個整數關卡 所以大概從 這個8月份 9月底 8月底 9月初開始 他覺得說 你已經攻了這麼多次了 應該13000是過不去的 問哪頭懂啊 對不對 所以說這邊開始 融券開始大幅度的增加 這邊我可以大概畫一條線 這邊就是13000點 我們可以看到這邊 至少攻了六七次 我印象中 萬三都是過不去的 所以一直攻不過 所以放空的人就變多了 對 他就說 這個應該就是台股的天險了 就過不去了 不可能了 所以說開始空空空 可是問題來了 開始在這個地方 進入到第四季之後 萬三被突破了 空軍還是不信邪 對吧 在一路創高的過程當中 他們持續在加控 持續在放空 持續在放空 對 那就是很謝謝你 就是我們一直漲 你一直提供我們這個多方的燃料 一直放空 你還是要回補 對 你還是得要回補 所以就變成說 這一波也從12149 一路走到16000 同樣是看回不回 一路漲 對 而且這一波是持續性 一直履創歷史新高 對 那我們把這兩個情境 能不能放到最近的情境來看 其實我認為現在的台股 剛好符合過去的兩個情境 也是同樣類似的情形發生 對 一個是因為它有V轉 對 在4月下旬那個時候 因為有台積電法說會 好像大家認為不太好 還有當時伊朗跟以色列的問題 所以忽然擊殺 盤中的擊殺了1000點以上 所以一個V轉的產生 然後再來就是什麼 大家覺得說2萬點跌破之後 也許2萬點就是天閒了 就過不去了 一個心理預期 我們說2021年是利空 2020年是心理預期 那這一次什麼都有 而且我們講說這一次 其實容卷的速度增加得很快 對 你看這一波從4月19號那天往上 其實漲了已經超過2000點了 容卷增加了超過10萬張 講10萬張 那可能沒什麼感覺 我們用一個比例來看 從4月19號到昨天為止 其實容卷的比例增加的是超過6成 接近7成 對 這個層數就非常高 短短這樣子也才不到一個月的時間 其實空單的比例增加7成 看空的人真的很多 看空人真的很多 但指數就有辦法一路軋上去 對 所以其實這已經是走軋空行情了 那其實如果我們再單純 從技術面來看的話 我認為這一波軋空行情 是有機會繼續再往上走的 還有機會再往上 對 因為其實我們可以看 今年大概前三個月 1 2 3月到4月的上旬 其實都是一個很良性的多頭的氛圍 其實像今天的存交量也來到五千億以上 所以有點是價量齊揚 價量齊揚 所以我覺得這一波 這個是走得非常非常穩健的 所以這個空軍弟兄們提醒大家 千萬小心 不過台股要再往上 當然還是要看我們的護國神山 台積電 台積電也是一直在創新天價 今天最高來到8 5 6 整個市值已經飛越22兆了 是的 沒有錯 那剛剛我們講說 軋空行情過去幾次 有機會噴個三千點 講三千大家覺得誇張 可是我認為一千兩百點 是有機會的 就看台積電 好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新聞 台積電今天有這個 所謂鳳凰城廠區的爆炸案 那我們簡單看一下 因為這個亞歷山桑那州的這個廠 因為這個我們講 肺硫酸外包輕運車 發生異常 所以說有一個這個司機 查看的時候發生意外 那第一時間已經把他送到醫院了 不過台積電強調 這件事情不影響營運 所以說其實問題不大 好 那再來看一下 14號的在阿姆斯特蘭 舉辦的這個會議上 也表示說 接下來他們已經進入到A16 就是埃米時代 次世代的製程 那他說我可能不一定要用到 這個S-MOD的 這個新型的圍影設備 那德國競圈廠 有可能會在今年下半年 如預期的舉行破土一試 好 那重點來了 昨天晚上台積電收紅 ADR上漲2.4% 收盤是155.58美元 對 如果按這樣 把它換算回去的話 對 我們的台股 台積電的這個 是可以跟美股去做交叉換算的 換算完之後 大概是1000塊左右 所以大家現在對台股的台積電 已經充滿了想像空間 對 充滿想像空間 今天台積電 大概850塊不到 對 那如果說再漲個 150多塊上去的話 其實現在台積電 我們簡單做計算 台積電漲一塊錢 台股大約是漲8點左右 對 至少還有1200點的期待空間 所以我認為說這個是未來 真的大家需要把握的機會 好 那今天其實除了台積電之外 它相關的設備廠表現也不錯 對 我覺得說大家的想像力很豐富 也許想說 這個什麼是不是爆炸了 你要開始補設備了 所以設備廠特別強 第一檔我們來看一下智盛 智盛其實在這10年 它算是轉型成功的 原本它是PCB廠 現在已經轉到所謂 這個先進封裝的部分 剛好搭上現在台積電 持續往先進製程走的這個趨勢 好 那今天能夠攻上漲停板 我覺得最主要的原因不是爆炸 要跟大家澄清一下 是因為昨天剛剛去 剛剛公布的這個MSCI調整 那它有入選到這個 小型成分股當中 它被納入 它被納入 所以我覺得這個題材 才是致勝 也許在這個下半月 有機會持續走強的一個原因 好 那中砂的部分 今天即便沒有特別強 那也是來跟大家做一個推薦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中砂 去年的財報表現並不好 那主要的原因是在於 成熟製程的部分衰退 但也因為成熟製程的部分衰退 所以它在今年 非常積極的把它的產能 都往先進製程去做一個調整 因為現在走到所謂 先進封裝的這一塊 變成說可能晶圓越做越小 大家都要切削 都要堆疊 這個時候 中砂的鑽石碟就相對重要了 對 那我們分享一個觀念 如果說當3奈米進到2奈米之後 在鑽石碟的切削使用率 會增加百分之九十七 幾乎成長了快一倍 幾乎成長一倍 那在今年他積極的 再去做一個產能調整的過程當中 我認為中砂現在這個股價 相對是落後的 提供給大家 今年四月花蓮大地震 所以這個預考現在大家買房 都會考慮說 這個地方的地質到底穩不穩固 那麼根據專家說 全台灣最穩固的地方在桃園 尤其是在青埔 現在買氣非常的旺 是的 沒有錯 那當然全台灣的房價 大概都漲過一輪了 可是漲最兇的是誰 是青埔 這邊我來透露一下 我跟我朋友私人的一個對話 他說什麼 花一兩千萬買房 你還得排隊 要嘛排隊 要嘛抽籤 你不是 抽籤 對 你不是捧著錢來 我就賣你 沒這回事 還要看運氣 其中有一個建案 昨天開賣 第一批五十幾萬一瓶 到了晚上 同一天 要到七字頭了 一天的價格可以三級掉 對 他給你一日三價 然後這邊有排隊的人潮 然後這邊沒有結出來 它是有一個抽籤的機器 對 抽到你才有 沒抽到就沒有 所以我們講這個PTT講的 都是真的 現在你說單價68萬不止 現在七字頭真的都看不到 所以這個排隊不是在買 買一送一的咖啡 這是買千萬的房子 搶著要買一兩千萬的房子 好 那時候說 這個七十幾萬 我覺得很誇張 因為七十幾萬 坦白講買得到台北市門牌 我買文山區 買北投 其實都買得到台北市的房子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為什麼青埔這麼夯 因為就是花蓮地震之後 大家對於這個安全性開始有很多的想法 包含說現在台北市 其實坦白講 市容真的不太好看 因為很多的舊屋 屋齡都超過30年 所以對於安全的疑慮 就想很多 然後現在專家又說 桃園地質最穩固 因為它是所謂的立土層 跟台北所謂紅土層不太一樣 而且他說沒有那個地震待經過 對 其實台北來講又是盆地 所以說它這個共振效應會特別強 有時候我都不知道 我是在夜店還是地震 所以說青埔的這個房價的均價 都已經來到四字頭了 A17 A18 A19區 其實現在動輒都是上看 40萬 接近到50萬的一個均價 好 那重點是什麼 重點是這個不是投資客買盤 因為以目前的購物客比例來說的話 有雙北的 有竹科的 從桃園過去新竹上面也不會太遠 這是換屋族嗎 對 是換屋族 因為台北房價真的太貴 我們小家庭我在台北 2000萬以內幾乎買不到房子 可是在青埔我買個兩房 其實2000萬有找 所以說大概從其他縣市過去有五成 桃園在地的生於私 長於私 也有五成左右 所以說其實青埔在這幾年 房價持續的有在做一個推升 當然我覺得今年反映的 絕對不止一個百分點 這是還沒統計出來而已 在成家量的部分 也是持續的有去做一個上揚 那我們來講一下青埔的優勢跟他的一個隱憂 第一個他是新開發的地區 所以大家在買之前還是要考慮清楚優缺點 對 好 那新開發地區當然他的市容就比較漂亮 街道都很開闊都很亮麗 而且有綠地 有公園 最適合親子居住 交通方便 機能 對不對 有這個機節 有陶節 然後新科技聚落崛起 現在鴻海集團的新埔跟這個真鼎都要開始總部要搬過去了 要地質堅硬 可是大家要開始衡量幾個問題 第一個 大家都是親子一起來這邊 學區夠不夠 人欲多 對 教學品質會不會有問題 再來 就是跟當初的內湖一樣 你人大量湧入之後 你尖峰10千的交通問題怎麼辦 塞車怎麼解決 對不對 現在林口還是有塞車的問題 再來就是建築的品質 不是說地質好就一定沒問題 我們還是要慎選券商 跟大家做一個分享 接著看